辽兰未免迎来惊喜 广东宏远克星亮剑 赵继伟得帮手 福格乐开花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CBA常规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 本轮比赛中 辽宁南兰作为未免冠军 迎战上海南兰的客场之旅 备受关注 然而郭艾伦因伤无法上场 而上海南兰的核心王哲林 也因伤缺席 两队均在核心球员上遭遇损失 因此 本场比赛对双方而言 是一场公平的较量 整个比赛过程激烈起伏 上海南兰在没有王哲林的情况下 打出了猛烈进攻 给辽宁南兰带来了巨大的威胁 作为CBA两年连续的总冠军 辽宁南兰在把握关键球 和保持稳定性方面更加优秀 最终在客场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场胜利对辽宁南兰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对手实力强大 并且球队在积分榜上 一度滑落至第五位 面对巨大的压力 广东和新疆等强队表现出色 使得辽宁南兰不得不承受巨大的压力 不能有丝毫犯错的余地 实际上 辽宁南兰本赛季 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未免压力 各支球队也在积极加强实力 上个赛季 辽宁南兰几乎独占熬头 但这个赛季面临百家争鸣 各路强敌崛起 使得辽宁南兰想要实现三连关的难度极大 因此辽宁南兰必须加强自身实力 才有机会在残酷的竞争中获胜 赵纪伟和佛格等主要得分点 需要发挥出超级核心的作用 给球队带来新的助力 虽然郭艳伦付出在即 但是我们无法确定 他在长时间的休战之后状态如何 因此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 都寄托在郭艳伦身上 毕竟郭艳伦已经是一个 过了巅峰期的老将 职业生涯已经进入了下坡阶段 未来辽宁南兰也需要 年轻的核心球员站出来 在与上海南兰的比赛中 辽宁南兰终于有一位核心球员站了出来 他就是张正林 在45分钟的比赛中 狂砍了37分 张正林的爆发 对辽宁南兰来说 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 这也意味着 他将成为球队的超级领袖 引领球队在本赛季 向着未免之路加速前进 作为国内的顶级分线 在广东与强队等交手时 张正林所出的三号位 具有明显的优势 被视为广东红眼的克星 只要张正林能够发挥分线上的优势 辽宁南兰在后卫线和内线上 都不会落后 在本赛季 他们有机会实现未免 这绝非是痴人说闷 对此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 多多发表你的看法 九三号位 自己悟空地